林志堅在他個人臉書居然公然說謊 以前林志堅給大家的形象 算是一個比較溫文儒雅 看起來是一個正派的人 但是沒有想到為了個人的權利 可以完全人設大崩壞 請問民國96年的桃園縣長朱立倫 他已經被國民黨指定為民國99年 新北市長的候選人了嗎 這簡直是非常的荒謬嘛 而且新北市的升格也不是朱立倫提出來的 他沒有地方去了 所以他就提出來一個新竹縣市合併升格的構想 然後他希望去爭取大新竹市的直轄市的候選人的這個位置 然後去想要透過選舉贏得這個位置 這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拿台北縣去比現在的想要升格的新竹市 簡直就是不倫不類 您是今天的講法 坦白講這滿口都是政治語言 沒有看到一句話是為了地方的發展 還有全國國土的規劃以及產業經濟的未來的曲線 為什麼 他們說包括柯建民也講說 獨科的產值這麼高 然後一定要合併之後有助於產業的發展 但是請大家講一下 獨科這些廠商的產值這麼高 在全世界有這麼重要的地位 不就是因為當初的政策規劃恰當 以及廠商自己努力的結果嗎 跟你行政區劃跟你兩個新竹是否合併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讓這個我們的國土發展 變成個人政治意志的展現 我只要我想要割哪裡我就給他 這個我想當市長總統割給你 我想當新竹市長主席割給你 對不起 台灣不是你家 台灣不是姓民進黨 台灣不是姓蔡 台灣不是姓李 好不好 這雙兩個新竹還有苗栗的整個升格 要從地方往上逐步討論 符合區域的發展 還有跟其他的地方要突顯他自己的產業特色 不要這樣子將就行事 把國家的資源通通給一個人